成人艺术游戏必须四个人起玩 每个人设计有颜色的魔术方块 一个人有21块形状都不一样 首先四个人分别在板子的四个角落放置一个方块 然后再挑选另一个方块接站上一个方块的边边 让他们相连起来 在板子上面踢上的最广的那个人就获胜 比方说红色想要进攻绿色的内侧 最后绿色就要拉起防守性放一圈方块 逐格红色进入 而红色最好转移方向 适着进攻其他地方 激烈的攻环战就在这一来一往时间展开 如果一不小心 其他颜色就会闯进我们的地盘 总的边手边钢才是过剩的要领 有时候也可以运用心理战 总为兵不厌诈 可以利用言语来诱导别人 是造最特别有利的提示 当所有人都无法再把方块放进去 十人游戏就结束 过程相当的刺激 另外还有一种一只游戏 它有12块颜色和形状排列 这些都不一样的圆珠型积木 必须把这12块圆珠积木 三板空格才行 这场游戏还附上了各种积木图卡 比方说这五种颜色的珠子位置 已经被固定了 接下来就得自己设法 把其他的七块积木 塞进剩一个空间里 这个屏幕难度很高 而且电视台的记者 设了好多变 最后总是查识点点 没办法让所有的珠子归位 所以除了要动脑筋之外 玩这个游戏还很需要耐心 推良 尔ija Spider Cura